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早晨 来到8月27日星期二 欢迎收睇今日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洪艳尔 今早有博威环球政券金融首席分析师 聂振邦 聂sir 为大家分析视方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 聂sir 昨晚美股反复一点 道指创了新高 但大型科技股回套 中概股拼多多业绩之后 可能会吓到大家 ADR急跌 其他中资电商股亦都捱股 待会会问聂sir 如何看待拼多多 以至其他竞争对手 又不会受拖累 还有油价也挺厉害 我们会谈谈相关股份 大家有什么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留言名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一反复个别发展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上星期五的演说 令市场减息预期升温 道指曾经升超过200点 高位健41,420点破顶 创作即市和收市记录新高 收市升65点 收报41,240点 但大型科技股回套 纳指跌0.9% 收报17,725点 标志跌0.3% 收报5,616点 地缘危机刺激资金避险 美股指数回升0.2% 美股债息升至3.819例水平 北非产由国利比亚暂停石出口 马奇有价格应升但高3% 焦点美股 苹果宣布9月10日举行产品发布会 股价反复升0.1% Google亦靠稳 Tesla跌超过3% Meta跌超过1% NVIDIA 星期三收市后公布业绩 昨晚股价跌大约2% 芯片股走势收额 超微电脑跌8% AMD跌3% 中概股和其他ADR的表现 马平多多季即超过预期 加上管理层言论拖累 ADR急削超过2.8% 京东和亚里都跟随售额 比港股收市跌超过4% 亚里只算佈79.68% 京东只算佈100.58% 至于美团比港股收市跌近2% 腾讯跌近1% 百度和网易就是靠稳 汇丰控股ADR只算佈68.15% 比本港收市价升1.2% 建行港交所比亚迪 都比港股收市跌大约1% 接着看看今早做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偏遠 41,298点 跌幅大约0.09% 不算跌很多 跌了三十多点 标指纳指期货偏遠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经平均指数38,078点 跌31点 反而南韩股市跌1点 新西兰股市跌0.2% 澳洲市价格靠稳 升5点 至于恒指黑期 可能也要预示 看到美股近期的升势 已经在不停反映 9月减息的预期 问题就是 究竟反映了多少 短期的上升空间 还多不多呢 还有今星期大家都知道 很关注的是NVIDIA的业绩 快要公布 以及星期五的PCE的通胀数据 究竟是有没有机会 成为新一股的动力 再推升美股 还是大家也要提防美股的动力呢 隔晚来说科技股是走弱的 只是道指是升 基本上不算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状况 倾向上来说 三项的主要指数都是升 变成了投资气氛 相对上会比较刺烈一点 所以短期来说 倾向科技股继续有一个沽压 最主要来说 之前市场一直是 充劲一些企业的业绩是不错的 但是业绩不错之后 市场也会是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业绩了 到底第三季的业绩 可不可以延续得到的时候 倾向上都会有一些疑问 所以这个状况去看的时候 其实对于整体美股的状况 可能都未必适宜太过乐观 我想倾向上来说 都要看一些科技股 短期会不会有一些明显的利好消息 你基本上会看到 苹果未来会出新的产品 它的股价相对上就会靠稳 但是如果你其他的科技股 没有一些新的业务发展消息的时候 那就单靠公布的业绩 可能走势上 倾向是一个偏远的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仍然导致稍稍有得升 但是如果你说拿着一些美股的科技股的时候 可能就逐步减持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可能看看自己的仓位 以及你是中长线的投资者 还是短线的操作 都不同的 转体看港股上的表现 接着就问一下聂长 港股如何部署 昨天其实市况是不错的 因为鲍威尔房格都利好市场气氛 恒指高开97点之后 升幅扩大 曾经升至213点 高位建17826点 创作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全日收报17798点 升至186点 成交额只有835亿 国子和科子升至大约1% 腾讯和美团升至超过1% Bilibili升至7% 减息预期之下 本地地产股做好 陌生世界行地 新地升至超过3% 领展和太古地产升大约4% 九仓置业更加升至超过6% 另外中石化业绩之后升至1% 东方因选业绩之后升至6% 听到北水盘路 麦北水再度趁港股上升 是沽货获利 全日录得超过4000万的淨流出 博股方面 资金流入中移动 麦给支1亿2000万 中石化亦都给支7000万 淨流出方面 盈富基金走资3亿3000万 腾讯和中海油分别走资2亿6000万 和1亿7000万 继续跟聶sir谈谈的港股 昨天是挺好的 恒指创了超过一个月高位 以及修复了所有平均线 近期的走势都不错 反复向上 究竟是可以继续这个趋势 稍稍地跟进一下拼多多的状况 因为刚才Eivin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稍后都会详细做物理拼多多的 好的 我们先说一下港股的比较 但如果再加上这条的话 已经是全部都过了 之前大家会看10天 20天 50天 甚至250天 这些全部都过了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先留意17800点 7月16日以来 一直都受制于这个位置 好了 就算稍稍了17800点 暂时的升幅都未必是这么强 因为基本上 大市的成交额都是一般 都是800多亿的状况 倾向上如果是以日均的成交额 以一个星期来计算 去分900亿以上 就会变成港股的投资气氛 会比较好 其实如果从周线图来看的时候 港股已经是踏入第四周年升 就是昨天升 踏入四周年升的状况 走势不错 但是对上两个星期 日均的成交额 就不到900亿 所以今个星期 就算你见到升也好 都要关注成交额 会不会稍为好些 否则的话 就算站稳了17800点以上 倾向上来说 18200点的阻力 都会比较大 所以都是倾向一个 几百点的走势 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业绩期过了之后 市场都会倾向关注 譬如每逢月底的时候 内地都会公布官方PMI的数据 然后到九月初的时候 亦都会有财新的PMI数据 这些会直接对于后续的港股 以至A股表现会有影响 这些会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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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会计判的